我叫劉偉南 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派驻贵州省前东南州 从江县古平乡高五村的 做成第一书籍 2018年到村主任 发展产业是助推困困难群众 真正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高五村有种植巴南根的传统 苗族苗衣的很多的染料 都是蓝店 板南根种植它是喜因的作物 它适合于零下种植 我们去联系我们的合作企业 发现我们的合作企业的运作比较好 它这个公司主要是把蓝店 生产成蓝店高 然后经过加工之后 发卖给这些欧美 比较环保标准高的国家 作为天然的染料 一周时间我们就完成了 200亩的零下地块的开垦 还有板南根苗的种植 然后又用一周时间完成了除草 还有肥料的下发 那么到6月28号我们迎来了第一批的丰收 板南根叶大概15万斤 按照七毛间一斤的收购价的话 我们接近11万元的款子 那么就是覆盖了52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其实应该来说高五有很多时候 都让我刻苦铭心 确定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时刻 就是今年的2020年的8月1号 那一个晚上我们举办了 第三年的高五生脱费工艺间 专题文艺会员 这一次的文艺会员 具体的组织时期都是 高五的学生和高五的孩子 他们组织得很棒 那么在这个文艺会员上 我有一段讲话 我讲看完今天晚会 我觉得我可以放心地走了 因为一代有理想 有志气 有希望的高五已经成长起来了 高五永远不会回到 过往那个深度贫困的样子了 也就意味着我们真真正正地 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的 深度贫困标签